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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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動漫界重量級大型盛會 2014台北國際動漫節 在全國粉絲的陰頸期盼下 與今年春節假期的尾聲 在南港世貿展館熱鬧開展了 讓我們先為大家送上一段 金子一家別物分化的全新企劃單元 請憲民粉絲們一起來體驗一場 截然不同的動漫節盛事喔 歡迎收看 動漫節前線 我是Michael 我是Kiki 今天是3月2號 是的 Michael 我發現喔 今年才3月初 可是呢 今年的演唱會 就一定比去年還好多了耶 剛好嗎 有啊 1月就是Animex Music 2月 爺男潤子小姐 沒啦 還有之前的啊 他就看阿古跟 Sakaki巴巴威的演唱會 對耶 跟昨天 完全音樂訂閱團 動漫音樂之夜 哇 這樣聽起來 才2個月而已 就已經4場演唱會了耶 那我目前知道的是 3月份 還有一場超大型的演唱會 是從日本儀式來到台灣的 那就是 Anisama World 2014 in Taipei 是 他提供的來賓名單 已經大咖到令人受不鳥了 他還說 會有更多的藝人來到台灣喔 所以我想啊 要大家忍住不去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 對啊 但是在這邊呢 也要提醒各位縣民們喔 不要為了要買門票 而探封露宿 不要為了說 要省那些錢啊 不吃東西啊 只是為了要買更好的門票 或者是啊 為了提早進場的徹夜排隊 這些呢 都是對身體不好的喔 是啊 不過如果有要去的縣民們 也希望你們可以 嗨得盡心 玩得愉快 接下來進入本週的第一個單元 動賣新聞台 首先要介紹的是 我們仍未知道 那天所看見的花明 第三集一最終回 為了拿到放煙火的許可 人大等人呢 就造訪了面麻的家 卻沒有想到會被 面麻的媽媽給責備耶 因此他們就逃了出去 但即使如此啊 人大還是非常努力的 在籌措製作煙火的資金 究竟他們能不能夠實現 面麻的願望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咕嚕咕嚕魔法陣外傳 吳永傳吉他吉他 第七集最終回 少年琪琪還有公主露塔 為了要打敗大魔法師嘎嘎盧 就踏上了旅程 可是好死不死 吉他吉他老伯也結伴而行啦 對 好不容易喔 他們終於到達了最終決戰之地 但是得意忘形的吉他吉他老伯 他又激怒了大魔法師嘎嘎盧 結果也就受到詛咒 吉他吉他舞也被封印起來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戰國史推特 許空迷遊超第十二集 信長還有信行 他們兩兄弟分裂的偉章之戰 終於要畫下句點了 而信長站上了交織著 無數人不同意念的戰場 而信行則是懷抱著對兄長複雜的情感 挺身而戰 再加上要拯救兩個人的蟲嬰 究竟這三人在戰場上看到的 會是什麼呢 最後要介紹的是 探地乾隆第二集 來 日地裡的接人入騎兒 他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找出人類的落點 但是呢 就在他回到草地家的路上 是 有一名名樣的男子 正在逼近他 到底這一名監視他的男子是誰呢 以上就是本週的評書發展之前 只是下一個月 冬季動畫就要結束 來迎接春季動畫的開始囉 但是 我們在介紹春季動畫之前 要先來了解一下 冬季動畫的人氣排行 OK 在日本呢 某一家音樂公司 他們有做了問卷調查 發現第一名的 就是 拍拍手 那麼第二名呢 是流浪神采 第三名呢 我跟你說 鬼燈的冷測隊第一名 本身先早就算到了 你早就算到了 是 什麼時候啊 剛才 那你這不是馬後泡嗎 就馬年馬後第一拍 好啦 鬼燈的冷測呢 其實我們節目 已經介紹過很多遍啦 它就是在講 地獄的日常生活故事啦 可是呢 我覺得這裡頭 所添加的 惡搞笑料 還有人物之間的互動 才是本作品看點的所在喔 沒錯 而且這幾部漫畫作品呢 本來的人氣度 就已經很高了 是啊 所以粉絲們呢 看到自己喜歡的漫畫作品 改變成動畫 當然會一不容實地 繼續支持下去囉 但是 過去的事 就還是讓它過去吧 因為接下來 四月才是重點所在 我要來介紹的呢 是一些輕小說 改編成動畫的作品啦 像是有 魔法科高中的 烈等生 以及如果折斷他的旗 還有 新特隆騎士都要搬上檯面啦 另外呢 要推出第二集的強作 有約會大作戰 JoJo的奇妙帽 跟Love Live 哇 看來四月啊 在很多意義上面 都是一個崭新的開始 是的 所以大家呢 也要持續關注我們 東班最前線喔 因為我們也會帶給大家 後續的情報度 好的 接下來看一下 什麼動畫發行資訊吧 請看 首先要介紹的是 變態王子與不孝貓 第一集 橫四洋人 是一個滿腦子 都只有女生的田徑社社員 卻被社長誤認為是 對田徑充滿著熱情 而被選為下一任的社長 一向只會做表面功夫的 橫四沒有辦法拒絕 於是決定到 不孝貓雕像那裡 獻上共品 把自己不需要的表面功夫 轉送給別人 對 以上就是本週的動畫發行資訊 接下來就是 冬雪盡迷 春日章 最優質好單元 冬犯寶貝亞 冬犯寶貝亞第一包 古代VS近未來 四月日本真人版電影強勢上映 激動警察 在去年開始宣傳真人版電影之後 我想粉絲們應該都存存欲動了吧 當然 所以是由押緊守導演 親自擔任監督的 激動警察 The Next Generation 已經確定要在四月五號的時候 於日本上映了 那麼神優千葉版也會參與演出 並且擔任旁白 除此之外 日本大人氣的穿越軍漫畫 羅馬浴場 它的第二部電影版 也將在四月二十六號的時候上映了 這一天也剛好是 傳統節日泡湯日 這次露西斯 他不僅要跟相撲力士一起泡溫泉 他還要面臨羅馬的存亡 用如此緊張刺激的故事來迎接四月 真的是好High 對啊 希望台灣也可以趕快看到 沒錯 接下來是動漫爆馬仔第二部 偶像戲的話 Love Life與必勝客推出合作企劃了 是的 ACG產業還有企業之間的合作 其實已經是不聲美舉了 是 像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打美樂還有初音音的合作 那個時候他們推出了限量的披薩盒 還有APP 我們根本都搶不到 那現在是必勝客要跟Love Life合作了 這個企劃是二月二十四號就已經開始了 除了當地的分店都會變身成為 是喔 如果也是網路訂購的話 還可以獲得 限量版的披薩盒 如果是到店取貨的話 還可以參加桌邊的桌獎 當然外送車的部分也會做相關的改裝啦 就是要讓你看到 滿滿的Love Life 太好了吧 我們都沒有辦法訂到 都一定要去日本嗎 我們不能上網直接訂冷凍的嗎 如果你可以上網訂 不然你也幫我訂一份 好啊 馬上等一下上網設置一下 好了 接下來是當罵寶貝亞第三道 鎮國巴薩拉新天動畫製作啟動 一月底是CAPCOM推出的新作 鎮國巴薩拉寺 也祭出了伊達正宗 還有石田三成的復備下載新造型之外 是的 在之前的活動鎮國巴薩拉寄新春之夜上面 也發表了將會有動畫新作的消息 自2009年的第一季 2010年的第二季 還有劇場版之後 不知道現在會有什麼樣的新劇情走向 不過呢 戰國巴薩拉寺的遊戲 它已經不是承襲以前的那一種 那個歷史事件線了 是 所以不知道它這一次的動畫 會不會有不同的新劇情蹦出來 沒錯 以上就是滿洲的動漫寶貝亞 這裡接下來的追追追 要追追追追去哪兒呢 當然就是二零四台北國際動漫節的特集第一集 終於到動漫節特集了 是 想當年我在動漫節的時候 就像戰場一樣 不是探車啦 之前在戰場上面 OK… 你再回顧下去 我想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 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好 時間要看得比較快 馬上就下個帶點 動漫追追 好… 好…